Hello 大家好 我是前辈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敦煌博物馆的门口了 这里是免门票的 但是要在网上预约 刷身份证进去就行了 要戴口罩啊 不要忘记 走 进去先 你看 尝尝这个 就是二十五窟里面那个 关无两寿经典 这里是可以随便拍照的 它整个博物馆是分为五个宅群 是一十分的顺序分的 第一个展区是 两汉时期的敦煌的发展 第二个展区是 南北朝的时候敦煌的一些发展 第三个展区是 我就不一一说了 继续参观吧 城上有扫一扫厅讲解的 阿尔玛扫一扫 现在来到的就是第一个厅 两汉敦煌的大发展 你看到上面 它有个阿尔玛扫了之后 比如里面的一些东西 它能讲解的 每个大概是一到两分钟 就有时间慢慢逛的话 你可以看 听一下 你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吗 不知道 它就是成堆摆放在那里 然后敌军来的时候把它点燃 就是蜂火爆紧 蜂烟爆紧 蜂火台的意思 嗯 你看它里面有那种杂草啊树枝 红柳枝啊什么之类的 它是捆在一起 然后对在一起 然后用霓虎 嗯 就是不让风吹倒 这样 嗯 这里真的很好参观 因为它扫一下马之后 每一个藏品啊 它都有一个介绍 就是你特别能看得懂 不像以前有一些博物馆 就根本就不知道参观些什么东西 其实来敦煌旅游 我觉得最建议的 应该就是第一站就是这里了 以便于你更好的去了解之后 你参观的那些景点的那种历史厚重感 你看它们在干嘛 不知道 它们这个动作就是牵着骆驼 它们是牵陶俑 嗯 这边有一个骆驼俑 这个是第三站区 是隋唐时期的敦煌的凡胜 哇这个厉害了 它是墨高窟的45号窟 它是一个特窟 一般参观路线里面是没有的 嗯 它是就是访客复制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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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1比1复刻的 这个窟只有在我们上次参观时没有参观到 它是又在数字店里面有播放过 就是不是一般参观路线里面的 很代表的一个洞窟 这里可以拍照哦 这是明代的锁子甲 就是武打片里面 竟然有看到就是金刚打不进去的那种 你看马克波尔的游泳路线 它是从威尼斯出发 意大利出发 然后到希腊 土耳其 然后伊朗 阿富汗 巴基斯坦 开舍 开舍 然后中国绕了一圈之后还上横去 去泰国那边 对 其实跟我们下一次 促进自来的路线差不多 就他是这样来 我们是这样去 但是只是我们阿富汗不去 我们直接从巴基斯坍经营了 青罗绣光龙袍 清代皇帝的吉辅 它上面绣有龙云石榴寿字 五个展厅都已经参观完了 你说大呢也不大 你说如果要慢慢逛一个个展厅 一个是产品 听过去呢也要花一点时间的 快到了购物区了 我要下去买个棒冰尺 我要买的就是这个墨高窟的冰箱 去里面 15块钱一个 买了两个棒冰 然后送了一个明星片 还可以盖印章 这印章的图案都是那种洞窟里面的那种图案 看我印了好不好 这个是墨高窟 这是九层楼的 牛奶 草莓 这是巧克力口味 15块钱一个是吧 先别吃啊 要拍照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吧 它还有月牙犬的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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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不是很浓啊 这个都看不出 啊